主持人 居家恐怖詐欺 卡因稱我漾漾來 你看你這家裡一進來 全部都是造型 鐵門啊 然後卡因的問題 都會有 真的有卡因耶 就是去拍照的時候 然後不認識的攝影師 他是有陰陽眼 他跟我說 你的頭上有一個人的手 這樣子在壓你 就是還來不及去拜拜之後 隔天就出社會了 還來不及拜 我還來不及拜 根據主技處統計 上班族的實際薪資 已經倒退了13年 你還在等老闆加薪嗎 今天老師將教你 快速增加財運的絕活 讓你不再為生活煩惱 我們要如何去找這個 五路財神進到家裡呢 一定要你家附近的四正方 東南西北的銀行 去跟他們把這個財水接回來 要什麼時候去找呢 就是 不管是他想改變這個 貧蟲的生活嗎 這一招真的很有效 有了錢財 還要有鎮圓桃花 讓你的人生更加富有 而待會老師還要教你 製作桃花水喔 俗話說得好 人家的衰 進步就是他衰歸 對啊 真的 人在倒霉的時候 什麼衰事都會發生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要講 就是倒霉鬼的風水 所以會不會是我們 最近又開始倒霉 被水鬼倒霜 最近他在倒霉了 他上來就要轉運一下 那我們就是一個 是 而且最近在倒霉了 還有一家窗簾店 因為他找得正好是出來 真的很倒霉 好,今天希望透過我們的節目 可以讓他不要再倒霉了 因為他真的倒霉到就是 你知道 連那個... 阿飄 都怕他 因為阿飄... 對,阿飄一直... 一直搶到阿飄一直這樣 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過來 不是啦 好至於他這裡一直凹了 凹了大概半年十久 人家的油 所以你知道嗎 他去幫人家搬家 周路隔壁 發生了一些小事故 誰知道這個阿飄 對一回來 對 對一回來之後呢 就這樣一直按著他 按了一個月 按到他出車庫 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拯救 這個小女孩 今天可以嗎 今天可以啊,沒問題 就是要我們這些幸運的人 來拯救他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太衰 所以今天只有我們復活 我們也很怕會被他帶衰 你知道嗎 真的 老實講真的 就是一個人很衰的時候 當然一定跟他的風水有關係 對 如果說我們去他家 會不會那個衰就跟著我們 其實會耶 因為這個是一個事 要走 我們之前好不應該這樣 不會,沒關係 但是我們還是要佛心來的 一定要救他一下 好,也是 因為其實今天去他家看這個 我們講倒霉鬼的風水之外 其實我們今天也要教兩個方法 提供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脫離窮鬼的生活的話 我們今天會有一個 很棒的一個招財大法 讓你迅速把這個財運轉好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桃花 如果你桃花不會開的話 還有一招就是 讓你桃花不離生的一個密法 所以今天一定要鎖定這個節目 可怕桃花花 非常有效 對 就走在路上隨時就是會有 撒流力這樣子 對 對 不要這樣子 對,但是反正一定要先 至少不倒霉 對 才能追求財運跟桃花 沒錯 可是他家其實挑戰性滿大的 距離我們 他家很多東西都寫的 而且也不方便 真的 對,不該有的東西都有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要把它改成 堂堂真正的一個 好的人 堂堂真正的一個 倒霉鬼 走 走 為什麼蘿莉塔 會變成倒霉鬼呢 正所謂事出必有因 他家的格局 擺設嚴重歪斜 不但無法俱裁 甚至還會引來招音危機 到底該如何播雲見日 把厄運通通趕走呢 嗨 妳好厲害 小晶姐配真 嗨,老師好 歡迎 不好意思,家裡有點小 等一下 請問一下這牌是什麼東西 這牌就是鞋子 為什麼會換呢 為什麼鞋子要打在哪一口 從小 我媽媽就擺在那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就是利用空間吧 因為不然我們家 三個都是女生 就會沒有地方擺鞋 蛤,我真的不知道 地方擺鞋 我是真的不知道耶 這樣不好嗎 牌在門口 對 不是,這樣沒有好不好的問題 很詭異 很怪吧 可是從小就這樣 我們要進來也要這樣晃 妳竟然也要這樣晃 到底是為了什麼 他們家很會利用空間 對 這個門關起來之後 剛剛好 就是剛剛好可以擺四雙鞋這樣 這個關起來 那我跟妳講,妳可以再坐高一點嗎 那是妳就像進廟一樣 妳可以跨高一點 妳說感覺很吉祥 這樣跨過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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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棒 更划算 我也要小心一點 門上的東西有點多 門上的東西有點多 對 就是家裡的這些照片 什麼都會黏在門上這樣 對 最近的獸醫院 只要說 布里布里 一生就會知道 因為我養一隻兔子 然後一般獸醫院 其實是不太看兔子的 可是就是我有認識的 他們才會收兔子 那他什麼叫布里布里 他的名字 我的兔子就叫布里布里 請問一下 是鬼劍船 為什麼 為什麼還活著嗎 他已經十一年了 他已經養十一年了耶 那妳就好心了 對 我玩得很好 而且很健康 他病很硬耶 你應該可以用這個 蜜子的老家 真的嗎 真的 他真的病很硬耶 我剛剛講真的 你到底有多倒楣 我們可以先說來聽聽嗎 我真的覺得 就是我 就非常的倒楣 因為像我從小 就是我一直活到25歲 才交到第一個男朋友 在之前完全沒有任何一個討伙 這跟倒楣 就是這跟倒楣 然後工作什麼也都很不順啊 之前還有就是被鬼跟過 就是那一次妳不用朋友去搬家 對 然後發生什麼事 就是那時候是因為我朋友 他是租那種小套房 然後就是那種一個 一個公寓隔出非常多房間 結果我沒熟悉不知他搬進去 一個禮拜呢 他的室友就是燒炭自殺 所以他室友還靈機 他室友 就是在隔壁 算是就是譬如說這樣子 然後隔壁房間的燒炭自殺 然後他是非常雖害就是開門進去 那個可不可以借我什麼 一開門就他室友就已經掛在那裡 這樣 所以他是發現的人 然後就很衰 然後因為有就是往生過人 所以他也不敢住了 問題又在意我朋友非常膽小 他也不敢回去搬家 對 然後我就自告奮勇說 沒問題啦 我去幫你搬 然後我就去幫他搬 但他當然也有意氣 然後就是我就 我們兩個人搬完之後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就開始上吐下寫 然後我頭非常的痛 然後我還打電話問他說 你有沒有事啊 他說沒有啊 他說你可能是腸胃炎或感冒了吧 要不要去看醫生 我說好 明天不舒服再去看好了 結果我隔天早上醒來 我的額頭就凹了一個洞 而且是真的真的凹進去 所以你是不是就立刻飛奔到 整形外科診所 我有去整形外科診所 我問他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那個外醫生跟我說 你這個好像是皺眉肌喔 應該是別太常皺眉頭 我說可是我昨天 昨天還沒有尖皺出來了耶 會不會是你的枕頭 有一些尖尖的東西 睡到在外面嗎 我已經睡了 已經睡很久了 其實晚上就這樣 超好痛 好痛 沒了解 也不可能真的凹進去 因為他是真的凹進去 然後是後來我有 就是有去拍照的時候 然後不認識的攝影師 他就是在拍完以後 他就過來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去妙禮一下 然後我就說怎麼了 沒有他拍他不是拍到 他是有陰陽眼 他跟我說 你的頭上有一個人的手 這樣子在壓你 然後他說他在拍的時候 一直不敢跟我講 因為怕影響我心情 然後就結束之後 才跟我說 你要去拜拜 那拜拜之後就比較好了嗎 沒有 就是重點就在於我 就是還來不及去拜拜之後 我隔天就出車禍了 還來不及拜 我還來不及拜 就直接出車禍 很嚴重的車禍 我算是命大 因為我是騎車 然後就是我被車撞 然後我還轉了一圈飛出去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是 很像是中鞋 因為我朋友 就是因為我朋友在後面 就是他看他們 因為我醒來的時候 我還坐在車上 我以為我沒事 可是我朋友說我其實飛出去 然後我爬回來 然後我自己坐上去 可是我不知道 你是說你被撞之後 然後你整個前空翻一圈 然後你自己就默默又站起來 然後又騎摩車要騎回來 對 他說我是爬完 因為我後來腳就是有 就是我 可能我自己不知道 因為我腳其實是受傷 因為我就掉了一塊都下來 這樣太肉 對啊 然後 然後我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我無意識 後來一下來 就是我的機車全毀之外 對方的車頭也全部碎掉 就是撞擊力道 還滿大的 有點嚴重的問題 對 你看完醫生 你看完老師之後 他走了嗎 後來就是 因為我其實是基督教 然後我都有去教會 去了大概半年之後就走了 所以我後來有給其他人看 然後他們都說OK了 已經走了 對 不過其實整個故事聽下來 我覺得應該不是你朋友睡 應該是你有帶睡的情況 對啊 我想說為什麼 為什麼他是室友 你居然跟他不跟我啊 就跟我不跟他 我覺得很辛苦 你可能第一個是八子表情 然後再來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在那些場合不應該亂講話 然後像你這種甜甜的人 你可能會在朋友在那邊 亂講話什麼的 我收東西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沒有講話 因為我們只想要趕快收完 結果收完以後 就只有我吐了 他都沒有 他一點反應都沒有 其實這種有兩可能 第一個你沒有亂講話 第二個就是你可能心裡 一定有亂想 對,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們的起心動念 你心裡有亂想的話 或是覺得說怎麼 你可能想說怎麼會這麼的倒楣 或是怎麼樣的 那如果你有這種起心動念的時候 他確實就會跟著你 真的假的 因為他家風水的格局 確實是比他... 也是有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從進門 看那一排鞋子有沒有 對 雖然看起來排得有一點整齊 很整齊 很整齊 但是我們自己... 他一直感覺到 是很刻意在放 那還真的奇怪 很奇怪 而且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個門口堆鞋子 它就象徵是一個 口臭門 口臭門就是說 你出去對外講話 就第一個比較不動聽 而且容易犯小人 他幫你把鞋子拿走 對 鞋子拿走才是最直接的 所以那門口是不能夠擺鞋的 不可以堆鞋子的 而且你堆這麼整齊 其實都夾整齊 對 所以你還是把他移動 對 然後其實還有就是說 從你家的... 一進來你的絕佳風水來看的話 對 完全就是... 兩個字 你為什麼 我毀了 對 為什麼你家客廳是鞋的 是 因為這個是它特別隔出來的 它特別用這樣子 這是我媽特別設計的 好像跟這個 看這個對不對 然後我坐這邊 然後在這裡就是這樣 這是你的怪耶 然後這客廳的主牆是鞋的 對 對喔 不是要坐在這裡看電視 對 我要坐哪裡看耶 坐這邊 直接坐這裡看 為什麼那麼歪歪啊 一般來講我們聽堂 象徵的是男主人的運勢嘛 也象徵是一個家裡的事業運 所以說如果你聽堂歪斜的話 第一個男主人的話 就是譬如說家裡的長輩男生 他可能從小就聚少離多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看你這家裡一進來 全部都是狗門的造型 所以說... 狗門不好嗎 非常不好 這整個很典演 對 所以代表就是說 家裡的人不團聚 就是各奔東西 所以說這種情況 鄰居力是不夠的 然後這個事業來講的話 我們講聽堂方正 代表 可是你這個聽堂是鞋的 表示就是說 你的事業的發展 其實容易受到限制 對 所以說這個情況 而且你知道聽堂是鞋的話 也代表說容易遭到一些 那個稀奇怪的事情 而且還有鞋文 然後卡音的問題都會用 真的有卡音耶 對 而且剛剛那個編曲就講到 這個是 所以你看到你坐到這邊 看電視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斜著看的 對 所以代表說很容易 視人不親 因為眼歪嘴斜 以一個我們講科學的動線 或是說你自己來講 這確實就是不方便 而且這表示就是說 你出去的貴人 真的是都不是貴人 都是小人 家裡的好風水 都被歪斜的客廳和拱門 給擺光了 而歪斜的客廳 容易造成事業受阻 引來不乾淨的東西 拱門也會造成家人不拒 而既然已經隔成了這樣 難道得大興土木 才能矯正回來嗎 他整翻 因為他這個已經是 好像你們住很久吧 固定雙在從小 就沒有改過了 都定死的耶 這個情況下 我會建議就是說 你如果沒辦法去改造格局的話 你就是買那個門簾有沒有 你是買那種一半的 像有賣那種短短的門簾 你就從上面那個門檻 那個拱形的框 把它修成是平的 所以第三個都要摺 都要摺 意思是說他如果去買一個那個門簾有沒有 對 然後類似這樣子 他就把它這樣遮平 對 從上面那個拉一直線 對 要從這一個拱的地方 然後拉一直線這樣下來 反正把那個彎彎的地方遮起來就可以了 遮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看起來它還是長方的 那他剛剛講說用這個不連 他要用同樣的顏色嗎 要用同樣的顏色 對 一定要同色系就對了 同色系 讓它看起來越不明顯越好 沒錯 然後在那個主牆面的地方 可以貼一張九封八卦 把這個地方當作是一個結界 然後這樣的 無形的邪氣就可以把它變成正氣 對 所以掛褲褲平安沒有比較平安 沒錯 而且你知道 他們家最平安的確實 也是這隻兔子 你說不理不理嗎 對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你看開門進門 我們講名財位 這隻兔子又睡在名財位 對 對 所以你看它名財位第一個見空 而且又養這個寵物 然後又放了這些娃娃 我們知道說這都是一個 這都是一個被劫財的格局 劫財也不行 為什麼 因為娃娃就是一個小人 來分財的意思 那怎麼辦 妳為什麼要把它放在那麼滑的地方 沒有 因為那個是夏天 怕它會熱 那是冰涼的墊子 它是一直在裡面 娃娃躲是不是 它就喜歡倒在那個地方 因為那邊比較涼 對 這老師妳這樣講還真的 因為其實養蟲物是滿破產的 因為要花很多錢 這倒是真的 看醫生 看醫生好貴 一次都幾千塊這樣 洗澡對不對 可是老師一般 如果真的有養蟲物的話 建議就放在那邊 本來柴娃當然是不行啦 但因為它今天是倒霉鬼 所以它都放在柴娃 可是平常我們大概可以放在哪邊 其實寵物來講的話 如果說是狗狗的話 你可以讓牠跑都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說你正在固定的地方的話 你還是要以後陽台 就是以後段為主 不要放到前段 而且你看它這個啊 這個寵物的這個家有沒有 已經把它擋住這個陽台的門了 其實你知道它的陽台是長得很漂亮的 它這個房子圍堵的好處就是 就是格局格得很亂 這是壞處 好處就是它的前後陽台都有保留 對 但是很可惜就是會有一種 形成一種 是 而且因為其實你們家的陽台很漂亮之外 你們種了很多 對 你種了很多荒 就是完全是很放正 陽台是你們家唯一正的地方 對 然後就被牠擋住了是這樣 是 OK 可能要換一個地方放對不對 對 好 家裡有拱門 先別驚慌 只要掛一個短板的門簾 將拱形遮掩 就能夠輕鬆化解煞氣 而家裡唯一能夠設拱門的地方 就只有佛堂 千萬別搞錯囉 此外客廳不方正 只要準備一個九宮牌 貼在歪斜的牆面上 不需窗門打牆就可化解 另外才位不宜擺放玩偶 以及飼養寵物 以免造成破財 寵物最好要養在家裡的後陽台喔 其實我們常講說 開門見佛 是一個喜氣的象徵對不對 可是你真的是睡到爆 為什麼 為什麼 都已經笑這麼開心的佛擺在這了 你知道連財神都要拋棄你 而且帶著錢離家出走 凄慘的居家擺設 連財神都負氣而走了 為什麼 向銀行借財水 讓你告別苦日子 我們要如何去找這個 五路財神盡量加臉 其實我們常講說 開門見佛是一個喜氣的象徵對不對 可是妳真的是睡到爆 為什麼 為什麼 都已經笑這麼開心的佛改在這了 妳知道連財神都要拋棄妳 而且帶著錢離家出走 為什麼 他要去哪裡 因為他 對 然後裡面又放了一些 一些錢 就是一些招財的東西 然後有價值的東西 妳看 雖然開門見佛 但是這個布袋 它是朝著門口出去 所以說像這樣的布袋合上 然後歡喜佛 其實妳應該是要放上玄關 然後這個布袋是往內進來的 這樣子 所以這樣就好的嗎 當然不能碰窗壁 那邊有個玄關 放在玄關的地方 對 那個玄關 然後妳就把它發邊 那邊門更近嗎 對 不是 它是把錢 它是把那個袋子 是往內帶進來 那立刻擺過去 然後一個擺過去 馬上幫妳放 謝謝 現在不方便 好 對 現在 沒關係 等一下再擺 等一下再擺 好 我們就等一下再來幫妳擺 可是妳家找我真的太 太多了 因為住可以找 因為住了 對 從小沒有搬過家 從小到大都住在這裡 對 都住在這裡 對 都住在這裡 然後家裡又都是女神 沒錯 所以妳大哥 妳真的 搞 妳接下來就是要講真的 還要經過國藝的公門 對 然後更離奇的是 妳看 那個話也很貴 太貴灰 太貴灰 妳要為什麼 因為就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又堆滿了行李箱 又有這個架子 零食 吸塵器 這些都算很不重要 重點是 往後看 妳看到什麼 門 又是一個開門見扇 而且妳很明顯 就是一打開 就看到人家餐桌 對 這會有什麼影響嗎 會有什麼影響嗎 開門 妳對妳的影響造成的不夠嗎 蛤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就從出生 還不講這樣 對 開門見扇 其實就是 出窩難費 出窩難費 對 出窩難費 沒有 當然不是 只是說 因為確實 因為不管 因為我們知道餐桌 是一個死路的地方 也是一個福氣的所在 代表說 家裡的人 可能有這樣的問題 那如果沒這樣的問題 有可能出去 遇到貴人 或是男生 或是朋友 都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要特別的留意 了解了 這個真的很準 空間 到底你們有沒有 坐在那邊吃飯過 什麼可能 非常小用 幾乎都在客廳吃 對啊 所以這空間也是一個浪費 可是以前 對 當初其實好像 我們家原本是沒有餐廳的 後來是媽媽想要餐廳 才隔出來的 所以這次都媽媽造成 所以媽媽隔了 就是她的錯 隔了這一個餐廳 然後最後也是沒在用 就是因為他們就隔得不好 而且你看後面這個地方也是 後面有鏡子嗎 後面有鏡子 為什麼有鏡子不好嗎 一樣是家人不團聚 然後也是飯校人嘛 所以才剛說為什麼 開門見扇 就是會有這樣窩難費的格局 然後為什麼 除了家人之外 外面出去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是因為剛好這鏡子 雙倍 所以說這會有 出去對外的櫃人 也會有這樣問題 而且老師之前我們是不是有講過說 鏡子照桌子 其實它是感覺好像很多 菜好像很豐富 適合在餐廳的 對 沒錯 家裡的東西 沒錯 照理來講的話 餐廳的地方放一個鏡子是好的風水 但是因為他們家的格局有沒有 全部都把它隔成是一半 然後都變斜的 三角形的 而且相對的鏡子也是放斜的 我們常常講說鏡子是不可以放斜的 因為有斜鏡的意思嘛 所以說你好的進不來 壞的一直進來 原本的福氣變晦氣 什麼都是斜的 對 斜鏡斜鏡 我們家整個擠物是斜的 是 所以它現在在來不及找木工來 全部打掉重新翻修之前 就是把它把鏡子貼起來 對 因為這個完全沒有開始效果 對 開門見線容易使家中小孩 不肯上鏡 也容易交到壞朋友 如果門的面積過大 最好加裝現連 遮掩餐桌 而鏡照餐桌 容易造成家人不拒 已將鏡子拆除 或貼霧面貼紙來化解喔 至少我現在目前看到 它的廚房至少沒有外露 對 沒錯 就是應該是沒有 看起來蠻大 蠻方正的 才剛講完又看到一個 又怎麼了 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前面有瘡 我們已經看到 那是防油煙的 我們今天就看到 這個廚房造火前面有小窗的 然後窗外還有窗 還有 後陽台曬衣服的後面 所以前有窗 後有門 對不對 對 這樣子不好 所有下氣你都有 這樣子不好 不讓它還好亂 後面是放的也是堆東西的 後陽台是後代子孫的舞台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 為什麼你就是軟 軟的 思緒很亂 思緒啦 所以說東西應該要清掉 是不是 不是 因為這問題是滿大的 第一個就是你這個 照前有窗 照後又背門 代表說 女主人的感情運勢 非常的差之外 然後這個錢財也不容易守住 雖然你家的廚房 真的是方方正正的 照理說已經比客廳來得好了 對 所以說你這個廚房照理說 是要很有財庫的 可是你的財庫流到哪裡 這個窗通到這個後陽台 代表說都被你們後代子孫挖走了 所以爸媽也是要 就是媽媽 就是啃老鼠對不對 我沒有挖到啊 那樣遮起來也是沒辦法改善的 是挖太少還是沒有挖到 真的還沒有挖到 都還沒有開始挖 還沒有開始挖 剛出社會在自己賺錢嘛 對不對 之前一定是家裡那個 對 給你啊 所以說家裡的 對小孩的開銷是滿大的 對啊 當然現在出社會 還是要更努力一點 會更好 照前有窗 以及照後有門 容易造成女主人感情不順 也容易漏財 而照前的窗戶直通後陽台 也容易讓小孩去啃食父母的老本 已將照前的窗戶封死 並且在廚房加裝門簾 長度以不見照為主喔 但我們家真的完完全全沒有採位嗎 對啊 怎麼會這樣 確實你看我們剛剛進門 這45度的角度沒有 就養兔子 而且採位本身就見空 然後你家客廳就是寫的 所以找不到一個L型的角落 我們剛剛經過這地方有啊 好散 對 那算嗎 所以他們圍堵一個柴位呢 就是在廚房的門前的那個櫃子 就這個嗎對不對 這個角落 對 這個算是柴位 沒錯 這裡安藏一個好像小小展示櫃耶 對 媽媽拿來放一些茶杯的地方 她喜歡的茶具這樣子 你說其實這個櫃子真的是很妙喔 我們知道如果家裡呢 如果說你的廚房出去 剛好有一個櫃子 這個真的就是一個 櫃中櫃 就是柴櫃的意思 那這個柴櫃呢 其實你應該要好好的運用 因為你的廚房的格局 已經沒辦法改變了 對不對 沒辦法改變的情況下 我們就要運用這個 唯一僅剩的那個生機跟活路 就是這個柴櫃 好珍貴喔 對啊 這麼小一塊這樣子 難得有看到一個好的設計 要怎麼做啊 這個就是一個L型 L型 對啊 而且我們講說 如果說你要如何把這個柴櫃 那個把它造起來呢 其實我們今天剛剛有講過 對啊 用手機按摩 要照起來 不是 對 我們要照 我們要照 好不好 好 太一點告訴我 因為其實我們講說 我們要擺脫這樣的窮鬼 或衰鬼呢 來附身的情況下 我們該如何做呢 其實你知道如果說當你的財運 沒辦法翻轉的同時 然後我們一定要先除櫃嘛 才能招財嘛 是 那我們要如何除櫃 然後把這個柴氣有效的留住 就是呢 我們要第一個 五路我們講五路財神嘛 大家都知道 對 所以我們要如何去找這個五路財神 進到家裡呢 其實最有效的方法呢 大家都有聽過 跟銀行來借這個柴水 有 但是借柴水要如何運用呢 我現在來教大家 就是市政方 東方 東南西北 東南西北市政方 這市政方呢 去找不同的銀行 一定要市政方 而且找四家銀行 然後你去跟他們 把這個柴水接回來 什麼意思 拿那個寶特瓶 你說去拿寶特瓶 去裝銀行裡面的水 對 銀水接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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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一定要你家附近的市政方 東南西北的銀行 一定找得到 那有一點彎彎斜斜的可以嗎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就是說 所以你家如果在這裡 所以你就東 偏東的地方 南西北 這四個方位 各找一間銀行 對 然後拿寶特瓶去裡面裝水 沒錯 你家附近開戶嗎 不用 不用 可以開戶 太難說 走進去拿寶特瓶 你說可以給我喝 就說這樣會不會被趕出 對 一般你也可以 假裝拿個號碼牌 要搬出去 然後就是 在這邊一條水倒一道 就突然有事情 然後就躲下來 自己用演那一齣 沒有人在看你 我怕不好意思 好可能 我怕不好意思 然後就假裝運動很累 真的 真的 這個演哪一齣 真的莫名其妙走進去 沒有寶特瓶 就是有點不好意思 是不是有點不好意思 對啊 但是如果你知道 想改變這個貧窮的生活的話 這一招真的很有效 你就是去家裡附近的一個市政方 當然不用很正 有時候會偏嗎 對 有時候距離也不一定 所以說遠 遠 就是說近跟遠的話 就是把那個方位去找就對了 就把那四間 四個銀行 然後把這個柴水接回來 要什麼時候去找呢 就是 究竟要哪時候接柴水 才會有效果呢 DIY桃花水 建源桃花不離身 如果說你真的要桃花要好的話 四十晚上十一點 用一盆水 然後 放在床裡 或者是想改變這個貧窮的生活的話 這一招真的很有效 好 你就是去家裡附近的一個市政方 當然不用很正 有時候會偏嗎 對 那有時候距離也不一定 所以說遠 遠 就是說近跟遠的話 你就是把那個方位去找就對了 就把那四間 四個銀行 然後把這個柴水接回來 要什麼時候去找呢 就是初一 每個月初一跟十五 初一 你要很努力喔 因為大家在那邊拜拜 對 而且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做 就是說這個回來 初一去求的這個柴水 放到十五的時候 你再去求 然後把它換掉 你說一瓶就可以了嗎 對 加四家 四家 所以為什麼要拜拜 然後要去拿水 所以要四瓶 對 四瓶 但是總共要五瓶 我們講五路財神嗎 另外一瓶就是家裡自己的水 因為我們家裡是土 所以家裡的水放在中間 對 然後其他兩個銀行就放在旁邊 那這五瓶水 不用順序 那要裝滿滿的還是有裝 要裝滿 看那個銀行水可以多少 對 雖然飲水器一定有水 那你把這五瓶的發財水 放在家裡的門的後面 你放到門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門是一個引氣口 把這個財氣象徵引進來 所以以他們家做例子的話 它是應該要放在 我們剛才本來要放平樂口那個地方 對 就是門的後面 那像這個是不是也有 他們家是有柴櫃嘛 對 你就把它放到柴櫃裡面就可以了 有柴櫃就放柴櫃 對 然後初一拿十五再去換 對 然後再下個月的初一再去 初一再換 就一直要換就對了 對 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換到三次 你就可以迷 就是AA小蝶 就會被趕出去 初一了 連照片都會被燈在門口 死人偷水 我跟你講 然後春哥這個方法一 就是你知道嗎 這樣流傳出去之後 我覺得很快這些銀行門口 都會貼說 請不要再來拿水 就是這種公告 對 你不覺得嗎 因為大家都會拿 水一下就被偷光 對啊 初一十五的時候 銀行們你們就幫幫忙好不好 對 大家如果都賺錢 我們就會去年銀行存款 做投資 對你們也有好處 那不需要說 我存為這個水之後 再去過爐還是什麼 不用 其實它就是接那個 我們講五方的氣 然後哪裡錢最多就是銀行 對 銀行本身就有財氣 那你這個初一拿了水 你要換之後 這個水是倒掉 還是要喝掉呢 可以倒掉就可以了 可以倒掉就可以了 五瓶真的會很撐 因為一次要喝掉五瓶好飽 可以倒掉 倒掉就好了 那要到哪裡 不能到廁所 對 不能到廁所 你要到廚房 因為廚房就是我們講 財庫的地方 所以我們講這個錢 才要入庫 所以你就要入到廚房 康老師掛保證 讓你擺脫窮忙足 在初一的時候 以居家為中心 找東西南北方四個方位的銀行 然後裝滿財水 把它帶回家 並且再裝家裡的自來水 接著把這五瓶水 放在財櫃或是大門後面 等到十五的時候 再將水倒入廚房 並且再換裝一次財水 只要更換三次 不管是薪水或是偏財 都有可能大幅提升 而觀看客廳和餐廳的格局 就已經這樣 究竟蘿莉塔的房間 還會有多糟呢 我是睡這邊 妳的房間 對 但我剛好 剛剛在整理那個衣櫃 妳當時有在接些歌舞修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在整理衣櫃啦 妳是不是要賣賣嗎 沒有 對 我想要賣掉 不是要賣掉 沒有錯 但剛好在補 張樓穿上會不會太高調 對 太可以 好好的床 然後什麼 因為我剛剛正在整理 妳還沒有 妳們來還來不及收進去這樣 妳穿晚上有在接嗎 沒有啦 所以那時候看到才三百塊便宜就買了 結果買了以後也沒穿過 想說要幹嘛 對 然後想說整理整理這樣子 所以這是市集集的房間 對 但現在就是我在睡這樣子 妳覺得它那個木工真的做得很厲害 這是我的小寶貝 睡覺在爆我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想說 這兩個爛布 不是爛布 我從小用到大都沒有 就是都是爆 就是習慣爆了 對 它原本是一條 然後現在寫寫到變這樣 物體啊 還是要用就對了 對 真的 其實就它這個房間的格局呢 真的會造成它這樣子 就是回憶通 妳一直回到過去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樣的格局來講 妳看第一個 一進門啊 這個門口直接衝到那個 廁所 而且衝廁所來講的話 那個馬桶還直接對著妳的房間門 是耶 對 這代表就是一個晦氣橫生 而且妳看 一進來之後 這一個櫃子呢 直接壓妳的門 對 代表說壓頂的意思 所以這個櫃子不應該有 不應該用 但是媽媽堅持前陣子才裝的耶 所以像這樣的廁所呢 媽媽一直在想辦法把感覺 而且這樣廁所、衝房門呢 代表妳常常在做後悔的決定 為什麼呢 因為妳的思緒不清 思緒不明 然後呢出去呢 又遇到好的貴人 所以說妳常常做的決定呢 都是在後悔的 它睡的後面就是一個窗戶 對 然後有什麼洗衣機是不是 對 這是洗衣機 還有曬衣服這樣子 這樣怎麼會睡得好 平平空空的 沒錯 而且妳知道它後面是窗呢 代表說我們的 原成功 因為我們這個百會穴嘛 已經受到干擾了 然後妳的思緒就不明了 那除此之外呢 妳窗的後面呢 又擺一個洗衣機 因為洗衣機是不是有水 對 所以代表就是一個 零頭水的格局 零頭水 零頭水格局就是說呢 妳的健康呢 會日益的衰敗 所以說這個問題呢 要特別的小心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如果它後陽台空間夠大的話 應該是不要把洗衣機 放在靠近它房間的這個位置 對 因為妳已經沒有辦法 可是也完全沒辦法 對 所以妳知道一時一時也沒辦法開 開蓋啦 而且它又有窗 對 而且又沒辦法左右逢圓喔 妳看它這個虎邊呢 完全碰壁 對 那虎邊碰壁來講的話就是說 女生都會比較討厭妳 就是女人緣會比較差一點 只有這個我還好 這個只有還好 對 所以說這部分的話 就要特別留意 而且龍邊呢 雖然是開闊啦 可是因為這個 我們講出去沒有遇到貴人 妳常常做後悔的決定之外 然後這一個呢 頂呢 直接衝妳的房間門 所以這個要怎麼改呢 像這個頂呢 衝到房間的門口的話 就建議妳在這個角落有沒有 被壓的地方呢 可以放兩個白水晶柱 把它頂起來 象徵呢 把這個空間跟磁場呢 把這個晦氣 把它往上頂 的意思 擺在櫃子上就可以了 對對對 然後廁所呢 當然一定要加一個 過期的門簾 所以但我如果都把廁所門 關起來這樣就OK嗎 沒有沒有 一定要加門簾 一定要加簾 因為當妳在開廁所門的時候 那個晦氣也會跟著煽動 這樣子 所以說這兩個問題呢 妳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解決 然後妳的床頭後面是窗戶呢 妳這一個的簾子呢 就要把它買厚一點的簾子 或是裝氣密窗 因為氣密窗的話 它才不會透風透太多 對 所以說妳裝好一點的窗戶 然後呢 把這個簾子加厚一點 就可以把它改變了 綜觀房間的四大煞氣 櫃子壓房間門 容易讓人做事沒耐性 最好在櫃子的左右兩邊 擺放白水金柱 來頂住重物 而廁所正對房間門 以及床頭後有窗 都會導致思緒不清晰 而造成錯誤的判斷 最好在廁所加裝門簾 並且在窗戶加裝後窗簾 或是氣密窗來化解喔 最後床頭後面 也不宜擺放洗衣機 避免影響健康 妳知道其實妳房間 雖然說床位後面有窗什麼的 亂七八糟 可是妳有一個很好的柴位 這裡有柴位 真的假的 妳有一個柴位 但是被妳的胃部位擋住 對 那邊是姐姐的手 這樣 而且妳的柴位走路了 什麼意思 對 又放一個血淹漬 所以那個地方不能擺鞋啊 對 上面整龜都是鞋絲耶 沒錯 因為你才會擺鞋的話 也是一個晦氣的象徵啊 對啊 要把它清一清 財氣被晦氣纏繞 所以說 怎麼理財呢 財都不會理你 我覺得這個角落其實也不錯耶 也是 那邊也在 剛好沒有我在整理東西啦 還沒有收起來 到時候會收起來 這個角落應該也可以算寫 也可以 但是因為上面是人氣 就可惜了 就沒辦法 但是我們之前有教大家嗎 如果是冷氣的話 妳可以寫什麼 就是 在此對我身材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化解 但是其實我們 待在這邊多講也無疑 因為她現在其實出來是客廳耶 其實我都睡客廳 為什麼妳不睡這裡 因為在這裡的話 我媽Face每天都很早起來 然後她就是 早上起來就會去廚房啊 然後開始洗衣服幹嘛 然後真的是吵到睡不著 所以我後來都乾脆睡客廳 客廳會比較安靜是不是 會比較安靜 因為我媽很愛待在廚房 然後在廚房輕輕輕輕輕輕的時候 其實這邊剛好直接連過去 聽得是很清楚 然後尤其是她洗衣服的時候 真的超吵的 老師那其實睡客廳當然運氣 就不會 真的不會很好 因為客廳 因為客廳本來就是明廳嘛 而且你客廳是寫的 本身寫的對你的運勢 完全沒有加分 而且反而扣分 而且是完全是負的 所以睡這裡還比較好喔 這裡本來的格局就有點破了 你現在是兩顆爛瓶 那我就都沒有東西可以挑 所以哪裡都一樣睡啊 所以媽媽要你搬出去 那至少你趕一趕 你應該還是睡在自己的房間啊 因為基本上房間還是在 我們講後段隱秘的地方 你會比較 相對的還是比較好休息 所以像你換親密窗 就是換個窗子 然後把鞋子搬走 然後再擺兩個水晶 這樣就比較OK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廠補起來 對啊睡在客廳真的太詭異了 因為很方便啊 就是看電視常常看到睡著 然後沒關係 我們來看看媽媽的房間 看媽媽到底房間格局 多想把她趕出去啊 哈哈哈哈 所以整個風水 就是要把女兒趕出去的風水這樣子 媽媽用心良苦 媽媽妳可以直接講好嗎 用心良苦去穿你穿 這邊就是我媽媽的房間 對 看一下風水 應該有 家裡總會有一個地方風水就好了吧 媽媽的房間 又有問題了嗎 用這個床頭床 至少它左右逢源啊 所以兩邊是空的是不是 對 對 人說你爸爸媽媽很不重心 或情緒好嗎 為什麼 為什麼 是因為 是因為那個 一面鏡子照成這樣 鏡照床啊 照成這樣 然後 又兩面 兩面喔 所以各種角度都看得到 對 所以對影程式人 再搭 我爸媽的詩就不好意思過問 那就是 又是鞋的 對 鞋鏡 又 本來可以不照到床 硬要瞧到一個就是剛好照到床 對 因為原本沒有鏡子 原本是這樣子 後來才裝的鏡子 媽媽真的是 鞋櫃愛用嘴 鞋 不是放鞋的鞋櫃 是鞋鞋的櫃子 對 好啦 所以 阿湯哥 妳覺得 媽媽是用心良苦 想要呈現一個什麼樣的 風水的風水 對 其實基本上媽媽的房間 確實是這個房子裡面最方正的 而且廚房也是方正的 像對了 我們家中女生來講的話 其實媽媽還是比較會避財 對 就是媽媽來講的話 手材還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手材來講的話 最大問題就是媽媽真的也是很操勞 很煩心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這個鏡子 一片大的落地鏡直接照床 然後這個梳妝台 柴櫃的地方又是斜鏡又照床 所以說鏡照鏡 代表說光害的影響很大 所以媽媽其實在這個家 也沒有辦法完整的好好休息 為什麼 因為光害會讓我們的睡眠 松果體沒辦法分泌 退黑激素 所以她沒辦法睡得好 所以說媽媽來講的話 她整個運勢來講 還是有點動蕩不安的 而且也要注意這個爛桃花的問題 對 爛桃花在哪裡 是因為靜子的關係 扮桃花主要是靜子直接 主要是靜子的關係 對 照這個床 所以說如果說家裡 如果妳有靜子照床的問題的話 桃花的問題會特別多 對 那好的壞的其實都有 最基本就是用一個蓮子把它拉起來 是最乾脆的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 也要拉起來 她看媽媽脾氣好嗎 媽媽脾氣非常地差 真的假的 我們幾乎三天都吵一次架這樣子 對 都是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譬如說 像是我晚上我太大 就是那個客廳電視開太大聲 然後她就會大爆走 或是吃完 喝完水以後 杯子沒有離開拿去洗這樣子 所以她會為了很小的事情 然後大發火 所以我們很常吵架 就是易怒這樣子 對 比較易怒一點 所以媽媽其實情緒也不太穩 我以為她是在更年期 所以是我告訴妳 我真的以為她是更年期 應該又再次會惹我媽媽 對不對 就是妳小孩看電視看這樣 然後這麼大聲 妳喝完水為什麼不自己收咧 妳可能 所以她覺得都是這樣子辣我 對 因為可能媽媽就是一直覺得 為什麼不趕快長大 沒有 因為妳知道 我就是對於生活習慣的 還蠻要求的人 妳知道我剛剛叮叮叮在上什麼字嗎 對 跟年輕人 不是 我是講真的 就是有一些人為什麼不長大 就本來自己喝水 就說自己收 可是因為等一下還要再喝啊 就先擺著啊 可是她就會喝完一口 她馬上就說 快拿去後面放好啊 可是我想說我還沒喝完 沒有喝一口 看起來拿後面放好 真的有點也太噁了 就是媽媽就是10連 對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 這是有機可循 因為是鏡子造床 第一個光 她沒辦法好好休息 相對她的思緒 情緒都變得特別敏感 那這樣的情況下來講 她一定是火氣特別的大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不完全是更年期的問題 對 對 跟鏡子造床有問題 對 對 風水有關係就是了 對 鏡子造鏡子 會提升亮度 形成光害 對睡眠品質造成影響 而鏡子造床 容易使人脾氣暴躁 最好在鏡子前面加裝不連 以化解煞氣 而待會老師要提升大家的正圓桃 這邊進來的時候 她也講說她想要有一個桃花 是 大家因為之前頭到院都很遭 對 對 非常遭 因為就是我 我從以前每次暗戀的男生 幾乎都是gay 就是喜歡 那因為是怕跟妳在一起睡天 不是 雖然我喜歡一些花美男 所以妳喜歡特別秀氣的 對 我喜歡秀氣的男生 對 花美男系列 對 然後剛剛好 就全部他們都喜歡男生 所以每一段就是都 欸 來不及告白她就帶來男朋友來 對啦 對 現在都是好朋友 變成姐妹 都變好姐妹了 但是再怎麼樣一個好的女孩子 以後也是要希望可以交到一個好男朋友 對 沒錯 其實如果說妳真的要桃花要好的話 而且是正圓桃花 我們剛剛講過嘛 妳已經擺脫窮鬼的問題了 但是如果妳要好的桃花 桃花正圓不離身的話 其實也一樣喔 我們這樣初一十五妳真的要很忙 為什麼 因為初一十五就是一個滿月的時候 它是一個圓滿的象徵 所以說妳在初一十五的時候 我會建議妳一樣準備一盆水 然後去準備一個玫瑰花 但是妳要七片就好了 七片玫瑰花拌 然後把它放著 就在初一的凌晨開始 就是我們講要跨過初一 初一的早上那一天 紫時 就是晚上的十一點 十一點 十一點過後 妳就把這一個桃花水放在妳的床頭 床頭 對 然後妳就放到整整一天晚上之後呢 這個水妳就是把它拿來洗澡 喔 對 這樣的話妳的桃花的氣場 就會跟著帶走 可是像我都睡客廳啊 也只能這樣喔 那媽媽會不會又再次大包走 拿照片放 所以我要一邊撕玫瑰花 一邊就是像電影裡面 就算說她愛我 不用這麼說 她愛我嘛 不用 不用這樣 直接七片就好了 對 妳就是要在初一 我們講要跨初一的那個 那一天的晚上 紫時 晚上十一點 然後用一盆水 然後七片花的花瓣 水的話就是一般的水就可以了 對 就是我們的自來水就可以了 要多大盆啊 對啊 不用啊 就是小小盆就可以了 就是裝的水 就是兩個手掌這樣捧得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就直接淋到頭上嗎 沒有 就放一天之後 然後就這樣全 妳不是要拿來洗嗎 是全身都要淋到嗎 對 就是 象徵性的啦 象徵性的 因為畢竟只有這樣而已 妳是一點點沒辦法洗乾淨 不要塗太多泡泡喔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就是初一跟十五 這樣做就可以了 好 一個月做兩次 一個月兩次 然後去多久才會有可以明顯 感覺到自己好像 這個桃花園變好了 對 當然看妳本身的障礙啊 如果說真的障礙 如果說像妳的障礙很深的話 最起碼要做七次 老師 我都住在這個家 從小住到大障礙不夠深嗎 應該要做一輩子 我覺得 就應該要每天做兩次 如果是燙麻煩的話 我建議妳就乾脆 現在開始做玫瑰花 因為妳需要大量 就要到玫瑰花 也是 因為玫瑰花要滿貴 對 因為妳需要大量的玫瑰花 對 準備好迎接妳的新戀情了嗎 照著做一定有效 首先 在初一和十五的紫時 準備一盆水 裡面放七片玫瑰花 接著把水盆放在床頭 然後一天過後 將桃花水拿去洗澡 只要持續做七個月 妳就會得到 夢寐以求的桃花園 這長得漂亮 很甜美 對不對 謝謝 兩位主持人準備講話 不用擔心了 對 這個是我們場面話 我自己聽得出來 不是說我聽嗎 我已經很衰了 可以不要這樣嗎 對 好 開玩笑了 妳真的長得很漂亮 真的沒用心 來 不行 等一下 妳真的長得沒有這樣嗎 可以垂開一點嗎 她在垂眉 漂亮 妳有漂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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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